大家好,这里是独财报学选股 本期视频是中国百大牛股复盘系列的第49期 本期复盘的公司是天赐材料 这是天赐材料上市以来的股价走势 天赐材料2014年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上市至今9年时间,累计涨幅41倍 年化收益率54% 同时期上证指数涨了60%,年化收益率6% 这是天赐材料上市后的股价走势和期间最大回撤幅度 这家公司股价最大回撤发生在2016年到2018年 当时这家公司相对于整个行业提前进入下行周期 公司股价从最高点最多跌去了76% 我们前面复盘干风里业、华有孤业的时候看到过 在锂电池产业链上一轮景气周期中 他们的资产质量在2017年见顶 天赐材料同为锂电池产业链的公司 它的资产质量见顶时间比干风里业、华有孤业早了一年 这是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天赐材料目前是国内最大全球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供应商 这家公司创始人最早在做洗衣液的蓝月亮参与创业 后来自己创业做过医药材料、洗发水、沐浴露材料 再后来机缘巧合进入锂电池电解液生意 所以这家公司目前是日化材料和电解液双业务发展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 本期视频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天赐材料的业务和发展过程介绍 第二部分是天赐材料的历年股价涨跌幅和财务数据复盘 第三部分是天赐材料的投资机会复盘 天赐材料跟前面几家锂电池产业链公司一样 也是标准的周期股 它的历史投资机会复盘 可以直接套用财报课中的周期股投资方法 最后可能看一些数据 简单判断一下这家公司的未来 这里要声明一下视频中所有的内容都仅作为案例讲解使用 不作为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打开天赐材料最新的财报 先看公司业务介绍 公司主用业务为精细化工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锂电池材料 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 公司锂电池材料主要为电池电解液和正极材料磷酸铁锂 均为锂电池的关键原材料 同时公司还布局了关键原料的生产能力 包括六福磷酸锂 新型电解质 锂矿等等 这里面六福磷酸锂的生产能力 是天赐材料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此外公司2021年战略布局锂电池材料循环再生业务 主要做电池回收循环再利用工作 前面复盘干风锂业 华友谷业也看到过类似的业务 下面是公司的日化业务介绍 公司日化材料主要产品有表面活性剂 硅油水溶性聚合物等等 下游客户产品包括洗发水 护发素 沐浴露洗手液 以及各种家用清洁剂等等 能看到公司的产品包括 锂电池电解液原材料和日化原材料 两个产品看起来横跨不同的行业 但参考这家公司创始人的说法 从化学角度讲 这两个产品在原理和工艺上是相似的 这是锂电池的原理示意图 锂电池有左边淡黄色菱形的正极 右边黑白圆圈的负极 蓝色的电解液 以及中间黑色的隔膜构成 锂电池充放电的过程 是锂粒子在正负极之间游来游去的过程 电解液在电池正负极之间 起到传送介质的作用 作为介质天然影响锂电池的性能 比如电解液的粘度会影响锂粒子游动的速度 间接影响电池充放电的速度 电解液在不同温度下的稳定性 会影响锂电池在不同温度下的工作能力 所以电解液也被称为锂电池的血液 这是动力电池的电芯的成本分布 电解液成本占比10%左右 成本占比排在正极负极隔膜之后 继续拆解电解液 它的成本又可以分为溶质、溶剂、添加剂等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溶质 目前商用规模最大的溶质是六福磷酸锂 它占电解液总成本的比例在50%左右 六福磷酸锂极易吸潮分解 但工业级的产品又要求纯度高、水分低 导致生产难度极大 对原材料和设备的要求非常苛刻 早期只有日本企业能够生产 天赐材料进入电解液生意之后 先是从美国引进技术 花了三四年时间完成消化再吸收 2011年前后拥有了规模化生产六福磷酸锂的能力 前面讲过了这是这家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这是国内电解液市场的份额分布 天赐材料占比接近三分之一 那这家公司这两年在扩张产能 最新的份额应该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由于全球主要电解液的产能在中国 天赐材料市场份额国内第一 实际也是全球第一 这是公司的经营情况概述 讲到2021年 离电池产业链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公司全年交付电解液同比增长 接近翻倍 日化业务2021年整体有一定的难度 这是天赐材料不同产品的收入数据 公司总收入110亿左右 分产品看 离电池材料收入97亿 占比接近90% 这个业务增速在200%以上 日化材料及特种化学品的业务收入11亿 收入规模同比略为下滑 这是公司不同产品的毛利率数据 两个产品的毛利率都在35%左右 其中离电池材料的毛利率同比提升 日化业务毛利率明显下降 从上面的数据也能看出来 不管是收入规模还是毛利规模 离电池材料都占了绝大部分 分析这家公司的时候 重点关注离电池材料业务即可 这是公司产品的成本信息 占比最大的成本是原材料 这是公司披露的前五大客户信息 其中特意披露了第一大客户 宁德时代的名字 其他客户都用代号客户2 客户3代替 2021年宁德时代贡献了公司 一半以上的收入 结合上一年的年报 第一大客户贡献收入的比例明显提升 这家公司年报披露信息的习惯非常随意 经常有一些信息隔一年 或者隔几年披露一次 参考公司最近五年的年报 除了宁德时代 公司还服务过以下客户 锂电池材料客户包括 特斯拉、比亚迪、索尼、韩国LG化学 等全球头部的锂电池企业 日化材料客户包括 宝洁、联合利华、安利、高禄杰、亚方等 国际日化巨头 这是天赐材料的股东信息 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五大股东 第七大股东是创始人以及家属 第二大股东是北乡资金 其他股东是一些投资机构和个人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天赐材料的发展过程 天赐材料创始人徐金富 1964年出生于浙江富阳 1980年进入杭州大学化学专业学习 这个学校现在叫浙江大学 本科毕业后 徐金富进入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植物化学方向 攻读硕士 毕业后在学校研究所工作 体制内的工作做了不到一年 有一个同学拉着他一起创业 创立了一家叫道明化学的公司 做家用清洁产品 这家公司后来改名为蓝月亮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徐金富远没有等到道明化学上市 就退出了公司 1992年徐金富出让道明化学股权 获得了200多万的收益 这笔收益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参考当时的房价信息 这笔资金可以在一线城市买1万平米以上的房产 徐金富退出道明化学后 回老家复养与当地一家化肥厂合作 研发医药原材料 三年之后创业失败 不但没有推出成功的产品 还划光了之前积累的财富 1995年徐金富重返广州 回归老本行 在日化行业做一些低成本的贸易生意 积累几年之后 2000年成立了天资材料的前身 当时天资材料主营产品是日化材料 公司开始跟保洁之类的公司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生意跟锂电池完全无关 转机发生在2005年 徐金富通过燃料电池领域的客户了解到锂电池行业 并且发现锂电池电解液产品在工艺上 与公司日化材料相似 做了简单调研之后 发现锂电池跟传统千酸电池 涅格电池相比有很大优势 认为锂电池有可能成为未来主流 而且锂电池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不像日化行业 跟国外计划有很大差距 公司在锂电池方向努力 容易做出竞争优势 于是徐金富在公司组建锂电池材料研发团队 尝试锂电池电解液的研发和生产 两年后公司实现电解液的批量销售 成功进入行业之后 徐金富意识到六副磷酸锂是生意的核心材料 2007年公司从美国引进技术 又花了三四年时间 完成技术上的消化再创新 2011年公司实现自研自产六副磷酸锂 2014年公司锂电池材料的收入接近两个亿 同年公司在申令交易所上市 这是天资材料管理层的薪酬和持股数据 公司核心管理层税前薪酬在几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公司管理层的人数比较少 核心管理层几乎都持有公司股份 以上是天资材料的业务和发展过程介绍 下面开始天资材料的股价波动和财务数据复盘 这张图红色是天资材料每年的涨跌幅 蓝色是同时期指数的涨跌幅 天资材料上市以来只有2018年跑出指数 当时是整个行业处于下行周期 这张是天资材料的资产结构图 其中金额最大的资产是固定资产40亿 其次是应收率款项34亿 现金率资产21亿 这张是天资材料的负债和股东权益结构图 公司最大的负债是应付率款项23亿 其次是预收率款项20亿 预收率款项明显增长 说明这一年下游客户需求旺盛 有息负债9亿小于现金率资产 公司现金充足 这张是天资材料的营运资产 营运负债和营运净资产的变动 公司营运净资产近几年 开始出现明显小于零的情况 说明公司在产业链上的 溢加能力明显提升 这张是天资材料的收入变化 公司上市后营业收入一直在增长 从未下滑过 单从营业收入 无法看出公司生意的波动 这张是天资材料的净利润变化 公司的净利润波动 明显比收入波动大很多 多次出现过净利润下滑的情况 2019年行业底部的时候 公司净利润出现过小于零的情况 这是天资材料每年的税前利润构成 公司税前利润与主营业务利润为主 主营业务利润趋势跟行业周期强相关 这张是天资材料的毛利 净利润和各项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变化 由于公司的生意是周期型的生意 毛利率波动比较大 净利润趋势与毛利率趋势有时候不一样 主要是有一些年份公司在主营业务之外 有规模比较大的投资收益 下面是现金流量表 公司金额比较大的现金流 主要是主营业务赚到的现金 生意扩张支出的现金 股权融资和有期附带筹集的现金 2017年至2019年 公司主营业务赚到的现金 出现过连续小于零的情况 也远低于公司的净利润规模 生意扩张支出的现金 整体是增长趋势 扩张周期跟行业景气周期强相关 公司在行业里面追涨杀跌 2020年以前 公司主营业务创造现金的能力 不足以覆盖公司生意扩张的支出 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公司持续通过股权融资 和有期附带筹集现金 这张是天色材料的自由现金流变化 前面看过了 最近两年开始 公司造成能力明显好转 自由现金流持续大一零 这张是天色材料的资产质量 和估值数据图 由于公司的生意有周期性 资产质量波动很大 上一个完整周期内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在15%以上 属于比较优秀的水平 公司估值波动比较大 估值波动符合周期股的特征 资产质量好的时候适应率低 资产质量差的时候适应率高 以上是公司的股价波动和财务数据复盘 下面简单看一下 天色材料的历史投资机会复盘 前面讲过了 天色材料的生意是周期型的生意 所以它的历史投资机会复盘 可以直接参考财报客中 周期股的投资方法 结合财务卡片小助手的数据 天色材料本次上行周期的拐点 是2020年二季度 实际对应的财务数据披露时间点 是2020年8月份 对应的点位是图上橘色的圆点 确认公司生意进入上行周期之后 公司业绩开始爆发式增长 当时的股价几乎是至今 公司股价的最低点 之后公司股价最大涨幅超过5倍 累计涨幅4倍左右 最后看一些数据 简单判断一下这家公司的未来 天色材料年报没有披露具体的业绩线索 只有业务相关的文字描述 这里参考公司2021年股权激励的考核要求 2021年的考核目标是净利润不低于38亿 公司2021年的净利润规模是23亿 换算一下 考核要求2021年公司的净利润增速在60%以上 这个增速要求看得很高 但参考前面公司的业务介绍和财务数据梳理 公司的生意是周期行动生意 业绩增长不是驱动股价波动的核心指标 增长的质量更重要 增长质量跟公司的生意景气程度强相关 所以还是要关注公司生意的景气程度 具体方法和指标可以参考 财报客周期股的投资方法和财务卡片小出手的数据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再次重申一遍 视频中所有的内容都仅作为案例讲解使用 不作为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希望本期视频对你的投资有帮助 感谢观看